你考虑这么多干什么呀 这些股份本来就是师傅的 就该是你的 你们家的事情万人管不了 可万人都看着呢 他怎么对你就决定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要这把岁数都想不清楚 就不是你三事了 你就踏踏实实的吧 喂 老范 小满回来了 我给弄忘了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 不用行 不用行 我骑车过去 那个什么瓷器小镇 启动签约仪式 瓷叶协会号召我们大家 过去捧个场 我就过去一下 然后回来找你 没事 你去忙吧 我自己逛在那逛丢了 那行 等会儿给你打电话啊 余剑哥 你说的那个瓷器小镇 是景恒那个吗 对对对 就是景恒的 中间因为没钱 停了一段时间 前段时间又说启动了 就这个仪式啊 来来回回换了好几回呢 是啊 来来回回换了好几回 这个项目 就是我之前那个领导 带着我们做的 结果被那个嫖了 就是那个背叛你老板的人 你能带我去吗 干吗 寻仇啊 不是 毕竟这个项目 我也是付出了努力的 我想去看看嘛 曾经还想着能依景还乡来着 但我就是过去捧个人气 我就怕你到时候触景深情 坏了心情 不至于 我腻伤也挺高的 那行 到时候你要是小玄虫 我就帮你把那个坏人拽下来 然后咔咔咔撕碎了 走 玉瑶是想于世界的陶瓷之独 制词工艺精湛 瓷器精美绝伦 并容书法 绘画 雕塑 诗词为一体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归宝 今天 玉瑶秉持创新发展理念 瓷器小镇项目将推动陶瓷精品化 个性化发展 让这座千年瓷都 在传承与创新中 散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赤玉悠悠 秋迟离离 秋迦 我空服 我没有那个 初词 今天我们相续在千年瓷都玉瑶 共同开启瓷器小镇一期 建成和签约的精彩大幕 所代表聚合投资 对各位嘉宾的光临 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长期以来 关心和支持 瓷器小镇项目的 文理局成立局长 药盛投资 严肃先生 景恒投资 刘硕先生 青藤商贸 赵志宏先生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们进行剪彩环节 请各位嘉宾剪彩 赵家宾剪彩 黑地平 赵家宾剪彩 赵家宾剪彩 战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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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的 以后我们自己小镇啊 就有劳您多多关照 就是就是 成军 这个晚上的饭局 我都约好了 要不咱一会儿吃个饭 我没有规定 至于细节嘛 咱明天会议室聊 好嘞 好好好 好好去 来 成军 没事 以后有的是机会 那柯总今天晚上 跟我们一块呗 那是必须的呀 柯妍 你可是答应我的 这些事如果我需要 你必须奉备到底啊 没问题 好 好 我们不醉不归好不好 不醉不归 没问题 但是 咱那车呀 哟 坐不下这么多人是吧 对呀 没有人那事呢 那没事 你们先去 地址发给我随后就到 找给您啊 是 来 刘总 咱们先走一步 你待会儿必须来啊 那有问题 来来来 老板 好久 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 我也没想到 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我还有一举 我先去忙 以后再聊 嗯 拜拜 来吧 请进 来 把头盒给我 嗯 等 来 想什么呢 嗯 没什么 哇 周大师 你这个现在合作的手艺人不少啊 嗨 大家都看得起我 把东西放我这儿卖 嗯 好看 好看 风格多样 嗯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块做的 师傅还骂你呢 说你不务真业 可受欢迎了 好多人问我要买 但我都不卖 我把它放在最高的地方 羡慕死他们 你倒不如就直接喊个大价去 你是没能坚持下去啊 师傅当时就说你比我有天赋 要不师傅走得早 你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一个人在碗飘着 想过回来吗 你三叔一直跟我练道着 想让你回来发展 哪怕不在于要离家近点也好 遇到事情了还能有个人照顾我 再说吧 再说吧 还在想你那个前老板的事情啊 没有啊 就是 累 那就趁这个机会回来呀 在哪儿也不如在家里好 你就回来吧 到时候我就负责活泥吧 你就负责卖杯子 外面那么难干吗要逼自己呢 是不是 我回来这么开心的事 去喝一杯 你现在是不是有点沉酒啊你啊 怎么会 没有啊 我其实在北京的时候 经常跟闺蜜们晚上 小卓一下 聊聊天 懂了 懂了 那真是 压力大是不是 小私生活 走走走 咱打车去了 走啊 好多了吧 你看看这样 没少喝了 怎么样 没事吧 吐出来就舒服了啊 好处点啊 别回去 我别自己回去啊 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都完了跟我一块儿进去吧 别回去去 好不好 来来来来 给我点面子 来来来 没事 跟我进去吧 行 是 你待会儿好了之后 就直接进来 我爸好吃好喝的 给你点上 这么多人呢 你跟我一块儿进去好不好 我进去 今天太重要了 走走走走 坐一会儿进去 你干什么 老板 你没事吧 你看不到他已经喝醉了吗 这不是我让他喝的 是他自己要喝的 走走跟我进去 他已经喝醉了 干吗还让他喝 不是全阳满症 是商务应用者 你懂不懂啊 走 老板 你说 你想要回家还是在这儿喝 回家 听到没有 他要回家 走 走开 走 我带你回去 慢点 要晚了 走 慢点 慢点 出租车 什么事啊 还是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老板 你醒了 您喝口水 不是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那个 我在路上看到你跟刘尚在一起 明白 你坐 坐下 我那天看到你 也没跟你多聊几句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懂得 那个 老板 你走之后 我也从聚合辞职了 我欠你一份工作 别这么说 你之前那么照顾我呢 那你打算接下来 我明天走 明天就走 嗯 那祝你一路平安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要不你到家给我发个消息啊 这天都多晚了 好 你不用担心 这是我老家嘛 我的地盘 好 你注意身体 多喝点水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